2016总统立委大选即将进入倒数阶段 为了争取政党票 时代力量甚至推出任务型参选人 就是要抢攻政党票作为目标 但政党票比例如何计算 许多族人不清楚 立法委员选举采用单一选区两票之后 将选出区域立委73席 原住民立委6席 以及部分区立委34席 合计113席 其中部分区立委依照政党票比例 分配各政党部分区立委席次 举例全国三党政党票比例分别为 58% 39%与3% 部分区立委席次34席立委 就由此比例分配 但必须通过几个限制 也就是政党票必须超过5%的门槛 才有资格分配部分区立委 因此扣除不到5%的政党总票数 剩下的再来重新计算 百分比分配席次 加上政党必须提名10个区域立委 才可以提名部分区立委 而时代力量对于跨过政党门槛 5%相当有把握 根据目前各政党部分区立委名单 民进党第七顺位的Golace Udaga 以及时代力量第一顺位的搞路移用 都被市委高度当选 也就是说2016年大选后 立法院将可能同时产生 八位原住民立法委员 对原住民族社会来说是一大突破 但也有学者指出 相较于整体立委人数 原住民立委人是少数 对立法院生态改变不大 但如果大党都不过半数情况下 原住民立委就能产生关键少数力量 可是在一种状况之下影响会很大 就是如果国民党民进党 他们都没有过半数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原住民的这八席立委 如果能够捐弃成建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发生 发挥关键少数的力量 各政党提名原住民部分区立委 虽然并非全部都在安全名单内 但可以看出各政党 对原住民参政权重视度有增加 记者吴马斯鲁鲁 台北市采访报道